川普呢 他一再地去降低外界对于朝鲜的无核化方面的要求 就是期待 他说没有时间表 而金正恩呢 他在谈话中呢 在刚才回答问题的时候 对于究竟会不会互设联络办事处呢 也给了一个有点带有玄机的开放性的答案 我们观察下午双方签署的这个内容呢 有三个看点 第一个重点是中战 究竟会不会在这一次呢 真的达成了就是中战宣言 第二个呢 就是有关于核武的问题 无核化的问题 如果无核化没有时间表 但是要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展现朝鲜呢 在无核化的部分更往前跨进一步呢 是不是只有是废除宁边核设施 还有第三个是朝鲜方面呢 最关注的也就是制裁的部分 也就是在朝鲜需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无核化的步骤 才能够换取阶段性的撤除对于朝鲜的制裁 是金刚山旅游项目吗 还是说现在所呈现出来的气氛 会让大家认为下午的这个宣言呢 恐怕呢 会是上一次的新加坡的这个共同声明里面呢 不过就是另外的一份美好气氛的共同宣言 那这样的话含金量可能就太低了 全全 好的 谢谢